我们可以说是全码少数 还以全手工的方式制作面线的厂家 如果是跟机器化来相比的话 我们纯手工制作的面线 它的厂量会少很多 大概会10倍以上 然后利润肯定会比较低 我们坚持这样做下去 就是为了保证它的质量 因为这个是我们华人的一个传统吗 如果就这样撕穿了不是很可惜哦 这个是我们祖先床下来的吗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